好, 歡迎大家收看 《鳳梨不溫》的晚直播怪談 今天的師傅就是馬君成老師 馬老師, 你好 馬老師, 你好 馬上送上這個星期 不思以守記, 叫做斜降吹花 內容可能有你人氣觀眾不愛 或者有暴露場面 這次貴談攝製隊遠赴泰國 目的是尋訪一些高僧和無私 但是其中一位隊員阿基 就在拍攝途中發生嚴重的意外 不要動手 來, 身體 腳… 腳關 正因為這次意外 阿基需要留院治療 差點打亂殺原本的行程 因為攝製隊 除了會在泰國的曼谷拍攝外 還打算去到東北部 繼續尋找一些隱世的無私 在發生意外的第二天 我們就去到醫院探望阿基 還商討有關去東北部的行程 要怎樣? 太低了… 大家…各有各的決定是怎樣的 因為昨天我設了一條數目 就是說這個行程裏頭 將來的還會有一個問題 我猜要見騰射 走不動, 危險的 坐飛機的事 我覺得可能會對大家有一個風險 所以我贊成是行程有改變 這次有些改變的 阿師傅, 你計算過數之後 阿基認了, 其實會不會… 不會再搶手? 會計算過了 對 要這樣看了, 要這樣看這件事了 我們不如這樣吧 玩碰也是, 阿基也會對術所認識 對吧? 不如叫阿基在這裡尖一條 尖一條, 看他有怎樣看法 是嗎? 給他一個包 他要給他一個包 他要給他一個包 十二? 匆忙掛 百虎一出, 一定不是傷得亡的 輕重是行不行的 或是當時的人運氣會不會這樣 差一點, 要掛應到哪個程度 就是這樣 如果坐飛機就更加不好 因為空就是天空的空 忙就是死亡的忙 這麼多年, 其實去哪個地方 我都沒有害怕過 但這次來說, 我會覺得有一個… 我給我的決定就是… 我覺得不去 聽到司徒師傅的建議之後 大家都覺得應該取消 這次東北部的行程 但阿Ben就堅持一定要去 先生那裡, 他去決定 變成我把問題交給他 如果我說的話, 阿Ben 我們每個人都不去 你自己去, 有甚麼事 你自己給他 我說這句話 有沒有意外發生了 誰有意外才行 誰有意外才行 因為他不是要求我們全部去 你明白嗎 他也說了, 誰要照顧 你們這麼多人 如果八個人都不會來 九個人都會有十人 我會說不去 剛才你也聽到的 我真的說這句話 你不去跟他 你不想你夾我的相機 就不可能 但他又給了一個責任在他 他又要去戒籤 由於阿Ben 約了一位當地的朋友拍攝 他表示不可以臨時失約 還說就算只有他一個人 也要去 而阿達就不想讓阿Ben 一個人去冒這個險 於是商量過之後 攝製隊決定一起出發 是當晚, 司徒師傅還幫我們 做一些護身的發事 第二天早上, 我們就去到機場 每個人的心裡 雖然還有一些坦的不安 但也照樣上了飛機 大約一小時的機程 我們就去到東北部的烏當府 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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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蘭 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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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蘭 好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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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請坐 請坐, 請坐 馬蘭, 馬蘭, 你朋友帶我們去 餐一個什麼牟絲 其實他之前跟我說過 這個牟絲比較怪 在深山的地方 很多女士喜歡牟絲 為什麼呢 女士喜歡牟絲 比如女生喜歡求和合 求男朋友 或者求愛情這些 就多數要找牟絲 但他說不到牟絲是哪個牟絲 因為你也不太知道 這裡很難的屋子 小心… 一入屋, 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到處都很破舊和凌亂 而且暗暗日乾淡白 但屋裡就陰陰沉沉 還時不時感覺到 一陣陣的寒暗 我問了他拍一遍 可以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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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 但有, 馬來來 馬來, 馬來, 馬來 馬來, 馬來 男朋友, 男朋友 想結婚 男朋友, 男朋友 男朋友, 男朋友 他就想結婚 他男朋友, 出家人 他就想叫 所以我老师就帮他做法事 好,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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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珍齊拿了阿Tip的出生龍魚之後 就拿了一塊蠟出來 還用一支香在蠟上面紫紫滑滑 你這個要把蠟出來, 爭取得來 你把蠟出來的好呀 師父, 她問我們有沒有誰要試試看 做不信的事 他可以幫我們做法事 大家多看一看 不如幫我們做訪問 好嗎? 好 我想問剛才幫師傅做了甚麼法事 剛才問法師有關於他男朋友和他之間的事 他說他男朋友不太喜歡他 想大事看看他是不是有另外的女朋友 或者是甚麼事幫他 他答應了幫他 已經做了法事 他有些夾香港 有些女朋友 有些女朋友 師傅他說 我們不相信他 我們不相信他 他跟我們做法事都行 就不用錢的 你可以試試 你們兩個人真的很黑的 經常都被男人騙的 所以幫你做法事之後 回到香港 男人騙不到你 就只有你騙男人 師傅說我們做不做法事 你騙了嗎?師傅騙了嗎? 我們阻礙了人很久 或者我們先走吧 做其他事,好嗎? 你說多謝他 我做得不做 我們有時間 我們… 不,先走去前面 正當我們離開的時候 阿珍齊就叫我 你為什麼要… 我可以提示 我我不要提示 他一定有事 真的… 對不起 為什麼要來 我沒有聽到 我可以提示 我沒有聽到 我可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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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提示 我可以提示 好、我送你的 你不要被他抬頭 他叫, 這裡的家庭, 有… 什麼? 他說做法事好, 問你為什麼不想做 他說不用怕, 他會幫你 讓你的工作好一點, 順利一點 他說如果你不想在這裡做 他可以去酒店幫你做法事 他捨得電話, 叫你打電話給他 他先拿了, 真的… 好, 請你打電話, 請你打電話 我打電話給你打電話 謝謝… 謝謝 我叫你傻丫頭 叫他不要告訴他們 我只是和你做, 不要告訴他們 出去才拍, 讓他們看到 我叫他本人精彩 你怎麼叫? 給了電話給我 是嗎? 你怎麼說呢? 這不是很靜氣… 對, 師傅要去喊酒店 喊完很靜氣, 眼神閃亮 閃亮, 根本說你們做的左望右望 我覺得心靜不靜 從他們來說 有時候做出來 他們覺得自己是可以的 對嗎? 我看見這麼容易, 要這樣 其實呢, 她說 大部分人跟她想不一樣 她說, 初初我也不相信 好像很緊張, 甚麼都沒有 但她來過一次之後 因為好一點 她的朋友, 姐妹 她的朋友, 十幾個朋友都來過 好像看下去 看到人不好, 她才會相信 初初來, 她什麼都不做 就是陪她來看 來到幾次, 覺得看到朋友好 好, 最後才能做 當我們以為這次的座房 告一段落的時候 阿貼竟然在回程的途中 收到阿賺齊的電話 神通 媽媽, 你的肥腿好嗎? 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母子應該是 剛才那個師傅打來找她 叫她今晚 泰國時, 即是8時半 去找她 跟她做一個特別的法事 但她在擺堆了嗎? 她在擺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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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擺堆了 她只給她自己 聽說, 只可以阿貼一個人去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是有QK 於是, 跟阿貼商量過之後 阿達就決定裝部偷拍器 在阿貼的袋裡 我現在就安排 我跟她說了 她自己會進去的 我們怎樣也先送到路口 好嗎? 你到路口那裡我們就走 好 那邊在那邊 在那邊 哪裡啊? 媽媽 好, 快點 走到那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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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阿貼就自己一個人 走到阿森齊的家 而我們就在附近 找個接收得比較好的位置 準備監測住屋裡的情況 一進屋裡 阿貼就把她的袋子放在一邊 而我們也一直在門外正心地監測住 小心 你也別吵了 你又要去問一座 師父, 你少爺 你少爺 我少爺 你少爺 我少爺 那裡你少爺 坐一坐 你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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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寫符 是寫經文的 有些是寫經文在她的身體上 可能在做一些事 我們以前也拍過 我的康布斯喜歡寫經文的 師傅,她為甚麼脫衣服 我想甚麼叫她 不用緊張,看看她是怎樣 等一下 但她脫衣服 她連褲也想脫 冷靜點… 冷靜點,你叫她沒用 你怎知道她在做甚麼 有法事做,每個頭髮都不同 有法事脫衣服嗎 有,一樣是有 但如果你說我聽 總之何時是這樣脫衣服 如果只有一個人在這裏 就不太正常 我跟這個師傅上說 有多少… 有多少不是正老 如果我們認識 我們就要自己去做這種法事 起碼有兩個助手 有女生,有其他人在 第三者,不可能是兩個人 你先進去找她 有些事要做她 對,沒錯 有些事要寫上去,她脫衣服 她脫衣服 對,沒錯 有些事要寫上去,她脫衣服 她脫衣服 對… 對她來說,她算是正常 對嗎 但在我來說 她做得比較偏門 偏,太陰 上一堂了 像迷地一樣 但他們還會說話 她在發 又不懂聽 對,但她又在說話,最奇怪 連不斷也脫衣服 你冷靜點 她在這裡寫符 她又不是多手多腳 你又不能玩她 她又很正常 不過那個女人就好像有些… 相同… 不,好像反常那些 有些事控制不了自己 控制不了自己 現在她不知道我們才喜歡做… 她在穿衣服 好像真的走不對 穿衣服 穿衣服 你先走過去看看 走吧…不要走 其實真的有點不對勁 走吧 走不如是這麼正常 和我一起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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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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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不小心… 不小心…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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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女孩子 馬上去跟她穿衣服 你們… 男孩子馬上看 要看她有沒有追過 好… 立刻上車走,好嗎 這裡… 這裡是地方 好… 走… 好,上車…馬上走 你先說 好… intentionally,你好… 快點… 當我們把Katik搭上車後 她的精神狀態都不是太清醒 還有點… 過來… covert… 師傅哪會幫她解�وق 那邊被鎖 哪會成本沒有手 如果做鎖就不是那樣的行動 我剛才 Cord장化我 versed它,關了藥 很多東西 蘿蝶屋 先管茶 讓它到這兒 你 מה 待會兒去小姐再說吧 Katik說她覺得好暢 於是我們駛入附近的油站停下來 那邊坐下吧,那裡,空氣好一點 試試一下潑浪漫,我沒有駛下去 沒事的了 叫他回去吧,因為他不像以後去那裡 貼貼貼貼貼 老咪甚麼?多麼厲害,老咪 老咪 師父 聽來他們的東西很牛的,師父 我說他有問題的模式 我聽老婆說他想搞的 做你不合的東西 不會,他經常跟我做法事 拿,我們錄下東西給他看 是 吃東西吧 他自己明白甚麼?問他知道嗎? 自己知道,知道,拿不到給他看 等我二十歲,你能不能貼貼貼貼呢 請停一下 算了,不要看 算了,不要看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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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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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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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不如叫他報警吧 那個是正的嗎? 你這麼愛呢? 他說如果報警,他爸爸媽媽知道 他會知道,他會知道 快點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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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現在想快點回家 快點回家 快點回家 快點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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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 the Truth Mas' Uma A and SQL 頭髮 這次是我第一次 遇到這種令人發指的事 我很生氣 但又沒有辦法 我的心裡覺得很不舒服 雖然我們很想阿Tip 挺身而出 暴徑這隻多費 但見到他這麼難過 我們就不忍心再逼他 希望阿貼可以用時間沖淡這件事 作為傳媒看了這件事 令我們很生氣和令人發自 亦作為保障女性 即保障你們 回來後我們開會 說過或談過之後 我們發覺這件事 我們都需要報警 否則如何保障日後的女性 會否被這個無私侵犯 我想問Ben 是Ben Ben 你在這裡 Ben 你在這裡 整件事我們談過之後 我們都覺得需要報警 你們那邊怎樣處理這件事 其實我們那次離開 其實阿貼最後都聽了司徒師傅的意見 是說去報案的 之後泰國警方又跟進 但是後來聽阿貴說 就是後來去禮場的時間 那個無私已經不在 但是到現在 那個警方仍然在跟著這個案件 因為很多時候 我也想知道 就是泰國人 或者甚至香港人都會 因為迷信 就是信… 譬如今期的周刊也有寫 信有些人就說自己的身體有邪靈 你要脫掉衣服給她 即是跟她做愛 改運 才可以改運 這些是令人發指的事 Ben 是 麻煩你幫我們問那個女生 究竟整件事到最後 可不可以捉到這個叫做無私王 好,我會繼續留意這個案件發展 如果她准备消息的話 我再跟你們說 好,謝謝Ben 好 好,謝謝你 好,我作為女性的你們 真的要好好保障自己 這次這個案件 真的不堪入目 以及令人發指 所以我們都希望 播出來給大家看 作為一個警惕 雖然去求 或者求一些法科事 去做一些道訊 是一些很心急的事去想求 但我會覺得 應該先注意自己個人安全 很多時候 說到運氣 很多人都想自己 永遠都是最好運的人 有時候 最容易被一些師傅 或者一些巫師說 一看到你第一句之後 你趕快不要運 不如幫你改運 這句很多女性 或者男性都會中 我想問曼老師 究竟有什麼方法 一定是不正當 或者一定是邪法 無論是某些宗教 或者某些是所謂法術 如果它首先 一是鼓勵殺人 或者自殺 可以是開心的 或者是會側魂的 或者是會上天堂的 這些一定是 或者是濫殺動物 都是邪教或者邪法 第二 如果是鼓勵 偷人其他東西 可以自己好運一點 這也是邪教或者邪法 偷東西 當中包括偷人的運氣 偷人的運氣也是邪法 有些法術 其實有些邪法 可以撕人的運拍 鎖住人的運拍 甚至把對方的運 借回來給自己 這些都是邪法或者邪教 因為我想跟白老師聊 最近我聽到有些師傅說 幫人叫做增魂 是 即是家魂 但是是偷人的 譬如我當作是 我良師好運 你就來偷我的 就給另一個人 他就拿了我的時辰八字 就是偷了 是 就給了 這就是邪法 這就是邪法 增魂其實譬如說是祈福 如果你是念佛 那些一定是誦經等等 報師 報道善事 你一定已經可以增魂了 有羨慕 但如果你說拿了人的八字 害了人 令對方的運轉移給自己 差了 這個一定是邪教或者邪法 對 好像剛才片段中說 真的要脫衣服 究竟是否有這個法門 有些法門是不奇怪的 不過反而在我們佛教來說 鼓吹人邪 這些一定是邪法 鼓吹男女的膠盒 甚至師父跟徒弟交合等等 或者令他們可以增魂等等 不是正當的宗教或法術 今期的某本周刊 大字表題做了一個報道 就是某一個教派的教主 經常跟女信徒說 你有邪靈,你的身體很邋遢 你有鬼在裡面 讓他找些東西幫你解釋出來 經常引誘女信徒跟他交合 即是做愛,而幫他改運 剛才馬老師也說過 不可能,記住不要相信 甚至報道鏈提到 那些女信徒 要求女信徒喝那些尿去改運 很不衛生 這是不可能改得暈 不可能 不可能改得暈 這件事是令自己身體、身心 心靈都受到創傷 即是過了之後發現自己被騙了 對,沒錯 但為何他們這麼迷糊 例如看剛才那位女事主 甚至報道裡面的女信徒 為何他們迷糊糊 信教主會幫到他們 所謂邪法 可能有些是塞了心靈 本身是 你的心神被他塞了的時候 可能好像一支催眠 他又不是直接催眠 但是他好像一支斜法 令你聽完他的說話 但要小心些什麼呢? 譬如我們不知道 什麼時候見到這麼多師傅 對,如目混珠狗 對 有些對,有些不對 你不懂得分 那你怎樣分呢? 當然,如果分的時候 首先是說口悲 如果是一個師傅 傳授了很久的 在市場裡來說 是 傳授了很久 有口悲 沒有人說他是壞的 每個人都覺得他是正派 這個應該也是一個正派 而且如果他是說自己是佛 那些一定是魔 說自己是佛 就一定是魔 沒錯 譬如專稱自己是上天派來的 那些就是魔 說自己上天派來 也不是說自己是佛 如果是說自己上天派來 可能是一個宣傳的口號 沒有人證明得到 是否上天派來 但如果他打正其號 就是說自己是誰… 就是說我是觀音託曰的 是 那就一定不是 那你自己去考慮一下 有沒有可能 真的一個這麼平凡的人 可以觀音託誓 如果真的觀音託誓 他應該可以做到 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為什麼他又不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對,這個點子真是好 可能既然他已經觀音託誓 他可以令自己富有 對 而且觀音應該不停幫人 沒錯 不應該幫人做一些不正當的法事 好像剛才我們看的法師 你說他可以幫我們改運 你看他的設置 我們不是歧視他生活的條件 只不過如果真的法力這麼高強 為什麼他不把自己的運改了 變成名勝利酒 變成一個很富有 不需要這樣去 是入到很髒的那裡 老師這句話 即是老師就說 既然他有這麼大的法力 可以幫你改運 他首先幫自己 對 要怎麼住得這麼堅硬 如果真的改運 是要靠自己的證信 真是布施、慈戒 忍辱、精盡 善定、般若 這個綠波羅蜜 這樣才可以改運 其實我的問題是想問師傅 其實幫助別人做法事 如果很假的,我們不說 有些像剛才提到 魚木運珠 他比較適合 好像做得很像樣子 好像適合 但是又不能避免 他有一些手腳是斜法的 但是如果他幫人做得 他有某程度上的法力 證明他信有鬼神之說 但是為什麼他都敢去害人 他不怕有報應 還是他恃著自己的法力 可以霸解 首先在某些國家來說 他們未必接觸過佛教 是 他們可能都不知道 什麼是因果報應 他們可能以為法術 是可以讓自己增長的財富 增長的運勢 就用這些濫用的邪法去害人 就是把其他運 拿到自己身上 如果他有機緣去接觸佛法 知道這是在實家人裡面 始終是因果 你拿了別人的東西 本身就要還給別人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有些法師就算是接觸佛教 他未必相信 除此之外 就算他接觸佛教 他可能認為自己的法力 高強無比 高深 就算拿了別人的東西也好 害了別人也好 因為自己的法力 那就不用怕了 但是萬事不利因的定律 不如法國的總統 即使以科齊 被人做一些武術公仔出來刺他 那這些算不算邪法 剛才我們說的 鼓勵殺人自殺是邪法邪教 鼓勵偷東西是邪法邪教 鼓勵淫邪 鼓勵咒助他人 甚至找一個公仔刺他等等 一定是邪法邪信 但是我也想問 馬路斯有些人就說 譬如做得總統 甚至整個國家的領袖 是天保佑他 即是不容易讓人 可以下到任何的邪法 那問題就來了 我知道今天老師在這裡 有一個人問我 叫我問老師 譬如歐巴馬 當選了美國的總統 亦成為第一個黑人的美國總統 但是在成為總統之前 他家人,他婆婆過了身 如果婆婆過了身 其實是一件白事 為什麼會馬上變成一件… 紅事 紅事 他成為總統一定是一件… 喜事 喜事 為什麼會和一兩天發生 其實這些是共業 共業 可能大家是一個家庭的人 都是家人 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可能是縣 不過可能也是債 大家聚在一起 縣了是債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說可能去過了一個人 是欠了在生這個人 某些債 在生這個人的時候 可能因為某些前生裡的東西 變成運氣還未到 運勢還未到 但是離開的人 跟他自己走 還成為債 還還了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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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那個人 可能突然間運勢很轉 我也看過一個例子 有些人去到很急爛的時候 無論是身體有危疾 甚至是犯官非等等 家人走了 突然間他沒事 甚麼事都沒有了 他可能官非有打亂 他自己的病突然痊癒 這件事有時科學很難解釋 這是一個共業 就說走的人 是代他還他的債 這個禮拜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謝謝馬君晴老師 下個禮拜有更精彩的節目 下個禮拜有什麼事 下個禮拜 就是我們陰陽師不思議首記 最後一集 我們會說前往紋身 甚麼紋身 我們會說紋身 如何令人有奇怪的現象出現 好,下禮拜準時收聽怪談 下禮拜再見,再見 好,下禮拜